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杰克Z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古罗马共和国次次打仗都是靠最笨的人海战术或者兼臂青野 那么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人口和资源拿来消耗呢 谢谢 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古罗马打仗就是靠最笨的人海战术或者兼臂青野 因为我完全不认同是因为这一点 他是依靠精良的装备良好的训练 还有就是他最关键的就是他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使得他的部队可以快速的调动 就跟后来德国修了个铁路 把军队东西线之间来回调 这个感觉是一样 而且我认为罗马共和国打仗 他大部分时候是以少胜多呀 那是以少林多呀 你别甭管他是跟日耳曼人啊 日耳曼人都是十万几十万 那罗马军团一个军团才六千人 那他一次最多能出动几个军团 对吧 包括跟帕提亚帝国打仗 是吧 我都觉得他不是他不是这个靠人海战术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特别是在公元二三世纪 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的时候 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的内湖的时候 他是拥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和两千万人口 也就是欧洲最接近统一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他的人力资源和这个财力资源 是足够他进行消耗的 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靠这个体量压倒对手 尤其在一开始 你想这个罗马从这个意大利 在统一意大利之前 从一个小城邦发展起来 他绝对不可能是靠体量 靠的是精良的装备和这个严格的训练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 007996 问了一个问题 你太惨了 你哪公司了 是某宝 还是某东 是吧 007996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原来您好 看到这期您说的蒙古攻占商路城市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您之前有提到过区分路权海权国家 就看这个国家对商业的重视程度 那么像古代中亚的小国 因为沙漠阻隔 导致非常重视商业交往 虽然没有海洋 但是不也算另一种类型的海权国家呢 这种小国还谈什么权呢 分分钟就被人灭了 是吧 咱们说这种什么路权海权国家 你得是一个大国 你得有能力的 往你的国土之外扩充你的影响力 是吧 所以你说什么罗马呀 什么这个 后来的什么阿拉伯呀 拜扇庭啊 就你听我讲这个海洋帝国 这个是吧 你什么包括威尼斯啊 包括这个这个荷兰英国 包括后来的美国 路权国家 包括德意志 包括这个俄罗斯 包括这个日本 你得有能力往外投送你的东西 你得有能力往外征服 只不过你征服的手段 用的是不一样而已 你的依赖性程度 用的是不一样而已 你现在思路上那种小城邦 还谈什么权呢 是吧 这也根本就就就就就就跟那海权路权 那就就不能用这个概念去套了 根本就不可能衡量了 是吧 好 网友YSH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最近在重温您腾飞五千年的塞北三朝 也查了一些史料 得知西夏境内旱灾频发 想请问一下袁老师 宋朝在对西夏战争中 为什么不利用西夏的经济弱势 对西夏进行贸易禁运 打击西夏的这个经济 边境深沟高垒 只手不战 能挡住西夏军队南下墙里 把西夏拖入到防守消耗战里 用自身国力消耗西夏 最后再慢慢蚕食西夏呢 这是宋朝本身的战争意愿不强 而导致最后向西夏妥协 彻底放弃了河西走廊 乃至整个汉唐四周之路吗 这么讲 在这个宋徽宗的时代 基本上这个宋朝已经对西夏 造成了碾亚性的优势 北宋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恒山和天都山 西夏国都已经是天险洞开 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 那么北宋说不定是真的能够灭掉 西夏的 而且呢在这个跟西夏常年的作战当中 北宋也锻炼了出一支强大的边军 这就是西军 所以后来你看包括这个靖康之变的时候 这个宋朝的主力军队 都是跟西夏打仗的西军 北军不行 河北军不行 应跟辽国120年没打仗了 所以那和这个北军已经是这个 就是这个兵皮将弱了 已经是 但是这个西军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 不是说他不想这么干 他就是按你说的这个 一步一步的在蚕食 逐步在达到他的作战目的 这一切呢被靖康之变给打断了 好 网友李逍遥问了一个问题 请教袁瑟 有清一代都府是为封江大吏 孙家干 刘雍 曾国藩 李鸿章 袁世凯 这些名臣都出任过直立总督 可先闻哪个名臣做过直立巡抚 是因为直立不设巡抚呢 还是因为任职的官员都名声不大 导致先为人知呢 求翻牌 谢谢 是因为直立不设巡抚 直立的这个巡抚由总督代管 所以你看那个 如果你去过保定的直立总督府 在直立总督府的那个二堂 有所有直立总督的这个 他的头衔 那就其实就李鸿章的那些个所有头衔 什么太子少宝 什么那个亲赐头 头贫顶带 然后赏贷双眼花灵 然后其中有一个 他那个直立总督的全称叫 总督直立军务良享 兼礼巡抚市 所以直立省是不设巡抚的 最早设巡抚是顺治年间 好像到康熙年间 这个巡抚就已经取消了 只有山东山西河南这三省 因为他不归直立总督管辖 这三省没有总督才设立巡抚 另外呢 你像那个有总督也有巡抚的省份 都府不能同城 你看那个两江总督在南京 江苏的巡抚是在苏州 都府不同城 他是因为这样 直立是没有巡抚 由这个总督兼任 好 网友ag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来说您好 请问古代交战过后 双方会将对方的尸体归还吗 会不会归还给对方 还被拒收啊 你以为这个 那对方是俄罗斯 是吧 拒收 古代我觉得 这个很少有这种事啊 这因为古 你不能拿今天人的这种什么 人道的那种观念去衡量古代 古代好一点就给埋了 那就就一块给埋了 因为他大灾之后必有 这大战之后必有大疫 大疫之后必有大灾 所以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他可能就撒上石灰啊什么 就就给埋了那不好的就是那最最最那个常见的就把对方的士兵的脑袋都砍下来 然后垒一个金字塔就铸成金关嘛 就这种事是经常多的 要兵抑郁就就铸一座人头塔 那铸一座金关 那所以像那种归还尸体这种事还就是很少 而且你想这个古代这个这个人啊 你就说什么官员啊 就是他讲究死后归葬原籍 老百姓因为他不出门 他也归葬原籍 所有出门的人很难说最后要死到原籍来 所以为什么落叶归根是一个就大家心心念念的事 那就说明这个事很难才会落叶归根 所以你看他这个你甭管是外出经商的外出打仗的 这一出去就就是家里人也就知道当这个人没了 基本上也就这样 所以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谁还给你归还尸体干什么屎啊 古代没有这种 就咱们今天的这种什么人权啊 人道啊 这种意识在古代是根本没有的 好 这个网友BEN 狗爱XU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来说您好 为何二战的时候希特勒不打瑞士 还是说瑞士在开战的时候已经投降了 希特勒相信瑞士的中立立场吗 这个其实我解释过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瑞士不好打 这个环楚节山野 全是山 你看而且他这个山基本都挖空了 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国防攻势 而且瑞士全民皆兵 你别看他平时常备军只有几千人 开战到48小时 他就说动员起几十万大军 这国家有强悍 然后这个本来这个瑞士山民就飙悍善斗 他就是中世纪就出最好军队 最好雇佣军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是他不好打 第二个呢 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希特勒其实是靠瑞士帮他洗钱 是吧 你这个 你把所有的中立国都灭了的话 那你的这个什么资金什么的 你存在哪 安全 他上次靠瑞士帮他洗钱 这个瑞士确实在二战的时候 帮纳粹洗了大量的资金 特别是那些个犹太人 被纳粹没收的财产 大部分都存在瑞士嘛 不光有黄金 这个有外币 甚至还有大量的 比如说什么伦伯朗的那些名画 都存在那儿 所以瑞士政府实际上在这个 二战头的这个色彩 是不怎么光彩的 二战时候的行为是不怎么光彩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 好多犹太人还在追索 这个二战的时候 被他的这个仙人们啊 就也不是直系仙人 直系仙人都在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变成羽利安了 还在追索这些东西 瑞士不是一开始都是嘴硬 赖账根本就不还嘛 是吧 所以他这个这个希特勒是需要 这个瑞士帮助他 就包括他也不打瑞典也是 是吧 你说那个他需要瑞典的铁矿石 那你直接出兵战了 瑞典不完了 铁矿石都是你的了 是吧 他也不能这么干 是吧 不能干 因为这些国家对他威胁也不大 那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 好 网友BRUCE李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原来说想请教一下 能不能说说中国菜刀诞生的历史和由来 国内的菜刀特别宽 像个扁平的板砖 这是为什么 中国的菜刀啊 一把刀要应对全部情况 切削片 剃剁砍 都是一把菜刀来解决 所以中国的菜刀呢 要宽 要能适应各种情况 而且要厚 要足够耐 足够的要得耐用 你像西餐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刀具 哗着中央摆一排 是吧 刀叉摆一排 是吧 从外使到里 是吧 里边呢 他也有跟中国菜刀一样的 这个厚的那种屁股刀 是吧 之所以要一把刀应对全部情况 是吧 主要还是跟生产方式有关 西餐形成的时候 西方已经能制式化生产了 是吧 中餐形成的时候 中国铁系生产还是老一套 没有制式化 自然也搞不出来那么多分类 直接一把菜刀就解决全部情况 但是你看 现在咱们中国人做菜 不也好 刀具也分好多种了 你看现在卖的刀不也是 是吧 好几个这个豆 差不同的 是吧 剁菜的 剁肉的 然后切 切水果的 什么切 切这个生食的 生冷食的 也分好多种了 起码现在 像我小时候 连削苹果都是拿菜刀削 都是菜刀削 现在起码有水果刀了吧 这这都是分开了的 是吧 这个网友YINGQI刘 问了一个问题 说 袁老师您好 这个 我在韩国大秋 攻读经营学博士 来韩国12年了 斗胆请教您 一直困扰我一个民国的问题 袁日凯称帝 蔡厄发动护国战争 讨原 但是袁凯一死 北洋军阀随即分裂 造成中国十几年的军阀混战 赤壁之战之后 当年诸葛亮意识到 曹操一死 北方避乱 统一中原会更加无望 因此脉关与人情 华容道 一放曹操 那么我们对护国战争 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看 造成中国的分裂 望袁老师赐教 谢谢 那这这个观点实在不敢苟通 而且关于华容道 一放曹操 这是三国演义里说的 是吧 这个真正的三国历史 没有这种记载的 这是三国演义里说的 那难道说护国战争不应该打吗 应该做事袁日凯称帝吗 那要照这种说法 那民国就不应该建立 好歹大清是统一的 是吧 民国你建立了之后 袁日凯他实际上 就是他在的时候 他好多地盘 他也控制不了 对吧 其实东北三省 那是张作霖的地盘 所以张作霖根本就算不上 是北洋的嫡系 北洋的嫡系 就是直系和晚系 冯国张 段祺瑞才是嫡系 张作霖根本就不是嫡系 那基本上就跟他的藩属差不多 那延西山的地盘 山西 近系 他也是 其实他也控制不了 也那更逢说新疆什么 这些地方 是吧 那种广西 贵系 陆荣亭的地盘 他基本上都控制不了 是吧 因此咱们讲 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这个结果 他军阀混战这个结果 你就否定 这个护国战争的 这种正义性 那这么看的话 那历史就 就没法看了 那这么看 历史就真的没法看了 那就 那最 根上倒 就是不应该推翻清朝 你不推翻清朝的话 一道圣旨 哪都管得着 那外蒙古也不会独立出去 要是有清朝的话 外蒙古也不会独立出去 是吧 所以那这个就是 那辛亥革命根本就是错误的 推翻满清 根本就是错误的 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推论的结果了 是吧 好 这个网友 LUDWIG TURNWRIGHT 问了一个这个问题 说 袁老师您好 借着您讲这个 新纳粹这期提到了达达人 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过去欧洲人认为 东边有个叫达达利亚的大帝国 有四个部分 沙皇俄国 奥斯曼土耳其 莫沃尔 印度和满清 请问这是蒙古西征 引发的黄霍论联想吗 达达利亚就是蒙古西征的时候 欧洲对于东方的一个统称 其本意呢 就是蒙古人居住的地方 当时所有蒙古人统治的地方 都算是达达利亚 像是那个金帐韩国 元朝都算在内 版图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当时 其实也没有被广泛使用 就是一个口头称呼 跟黄霍论没有任何关系 反倒是20世纪 俄罗斯人有意修改了 达达利亚的历史 无中生有的创造出一堆资料 恨不得呢 有多少人都编出来了 而且呢 凭空的捏造出来一个 名叫达达利亚的帝国 然后呢 当做自己曾经荣光的历史 所以这个跟这个 黄霍论呢 什么呢 包括这个国家 本身都是不存在的 网友 INFICAI 就是这个这个 问了一个问题 说 袁老师 我一直有个问题 想问您啊 在拿破仑对峨战争中 为什么亚历山大一世 那么不喜欢库图佐夫 而选择了这个 巴克莱德托利 跟巴格拉基昂 按道理说 库图佐夫是斯洛洛夫 跟波浆金的大弟子 在谋略上超越巴克莱 又不像巴格拉基昂 那么冲动 一心只想决一死战 最后呢 在俩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才又一次启动了库图佐夫 他这个重用巴克莱德托利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彼得大帝的时候 俄罗斯就重用欧洲人 就不喜欢这个本国的人 因为他觉得本国人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就按素顺素六爷的话讲 咱们满人混蛋多 汉人厉害啊 得用他们啊 远来的和尚会见经 所以俄国宫廷里 一直是这些欧洲的克卿 占据上风 有点像那个先秦时代 那什么秦国什么用的 都是各国来的克卿 特别是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个规划的德意志人 特别受这个这个沙皇的重视 所以你看巴克莱德托利 他是苏格兰人天主教徒 所以他即便是打败了拿破仑 他也不能埋进的喀山大教堂 因为他不是东正教徒 然后继任的是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这个病死之后 在1814年他就病死了 病死之后接他班的 是这个维根斯坦 维根斯坦又是个德意志人 逢维根斯坦又是个德意志人 就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 他有重视这些人的这种传统 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巴格拉契昂 因为巴格拉契昂的这个是公爵 是公爵 他的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琉里克王朝时代 是俄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显贵家族 就很恨不得就是 仅次于这个沙皇家族的那种大家族 所以这样的人 他肯定是受这个沙皇的这个重用的 就是他们这个贵族跟贵族之间 是有这个这个星星相惜的 你像相比于巴格拉契昂 那这个库图佐夫的这个级别 咱不说军衔 就他的级别 他出身比巴格拉契昂就差远了 就这个意思 好 网友微臣 然后maclom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色请翻盆 在古代作战是不是只有以马匹为坐骑 有没有其他动物为坐骑上战场了 老虎狮子猛兽 有没有被列为战争坐骑的记录 请赐教 你今天能驯化老虎狮子吗 能吗 今天咱们除了马戏团能驯化老虎狮子吗 既然不能驯化 他怎么能骑着上战场呢 咱们不是讲过有象兵和骆驼兵 但是甭管是大象还是骆驼 都不如这个马匹 因为人类驯化马匹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他不可能有其他什么猛兽 如果有骑着猛兽作战的那只有是在风神演义里边 不是说唱平戏 唱玉剧河南玉剧 说风神演义 河南玉剧演啊 这个燃灯道人跟这个赵公明就武财神打仗啊 燃灯道人是骑个梅花路 武财神赵公明是骑个老虎 打仗之前俩人得先唱 先唱 赵公明先唱 赵公明把黑胡夸 骑个黑老虎 然后燃灯道人唱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这还是在开打 结果那个农村演戏嘛 也不这么讲究 这剧团的人也不这么讲究 中午到老乡家吃饭 喝高了 下午到台上胡唱 这赵公明一上台 醉醺醺醺的 赵公明我赏梅花 他把燃灯的那给骑了 燃灯也一根筋 你骑梅花 我骑啥啊 那我骑什么 然后赵公明可验错了 我的老虎你骑把 然后燃灯还来一句 我骑老虎我害怕 哎呀底下老百姓 好 这要搁在什么 承安大西院的早本专上去了 但是那个 只有戏里边有这种事 你别觉得真打仗 他怎么可能把那玩意 列为这个坐骑 这不可能的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